泰国出家的和尚还能娶妻生子吗? 泰国是东南亚最信奉佛教的国家,到处都是宏伟的佛教寺庙,历史悠久,有些可追溯到几个世纪前,其95%的国民信佛,人们日常生活,都与佛教息息相关。 泰国有众多的佛学院,发展了泰国的佛文化,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信奉者,到这里供奉,朝拜,旅游,泰国规定凡男子年满二十岁,都要入寺当和尚,在泰国由于受佛教影响,人们认为人生下来就是鬼,长大了就是半人半鬼,只有成年出家的人才算是成人,方可成家立业, 出家当和尚是一件很光荣的事,即使想当和尚,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当上的,还有严格的条件和盛大的仪式。 首先,在出家的前一天,家人们会把男孩的头发眉毛都剃光,男孩要自我忏悔,以前所犯的过错,然后再亲人们的陪伴下去。 寺庙,欢送的场面十分盛大,大家在歌在舞,纵行的人群都要为寺庙走三圈,向地面抛洒灵钱,寓意用来扶住穷人积德行善。 泰国的和尚大多是苦行僧,他们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,穿着只配挤两套袈裟,和简单的日用品,每天只吃两餐,且正午后不允许吃固体食物,只能吃流食。 泰国寺庙和中国不同,没有火房,只能靠花园,接受施舍,其善男性女供奉什么,他们就吃什么,如果施主不施鱼肉,他们就吃鱼肉以示尊敬。 在泰国,大家对花园的和尚都很尊重,如和尚到家门前是无比幸运的事。 泰国的寺庙,有很多严格的规定和禁忌,寺庙是很严肃的场合。 要求着装要得体,衣冠要整洁,不得穿背心,短裤,吊带,短裙,破洞裤,不许穿拖鞋进入,更不能触碰僧人等等,体现对僧人的尊重。 如果你去泰国一定要慎祭,泰国的和尚和中国的和尚在理念上有根本的区别。 中国佛教是以戒律为基础,最基本的戒律是五戒十善。 其中对僧人生活方面的禁忌,就是不能结婚,不可以生而育女的。 在泰国男人到了规定的年龄,都要出家当和尚,但他们有选择当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权。 一,没有当过和尚的男人,不是为成人,被人瞧不起,很难在社会立足,更难找到女朋友。 所以,泰国的男人到了二十岁时,必须要当一次僧人。 魔力性格,也表示已经是成年人了,他们以这种形式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,家人也以此为荣。